中部区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 湖上的这几个景点,其实基本上都是我们在带领游客来认识我们台湾中部的区域的时候可以去的地方 那这边稍微简单介绍一下一些景点是什么 那首先的话,湖上第一个大湖草莓园,它是位于苗栗 那我们的苗栗其实也是除了大湖草莓园之外 在师坛跟公馆,还有就是我们的苗栗,这边其实都有很多的客家的文化的景点都可以去做介绍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我们在台湾的西部的桃园新竹的苗栗是我们台湾的中部跟北部的客家人主要聚居的文化地 聚居的一个地方,而且就是主要客家文化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地区 那当地的话,我们可以知道说就是有很多客家的一些文化还有信仰 都可以去体验 那除了大湖草莓园之外呢,在我们的苗栗的话 其实还有例如说像海边的一些景点像好望角,还有像是后隆的鱼杆 还有例如说像是近年来,在台湾呢 其实我们在台湾呢,台湾人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海神信仰就是妈祖 那在苗栗的话呢,像是有白沙屯,这个地方就有一个白沙屯的妈祖的绕境活动 那白沙屯这边就是以妈祖的文化信仰为主的一个海边的一个小镇 它在通宵 那这个地方呢,其实是苗栗呢,它是一个银进的一个客家的三层 那除了这个地方之外,好了就是苗栗的话还有像南庄 南庄老街,一个就是当时候以煤矿挖矿的一个历史特色为主的一个客家三层 也是可以带领游客去看的 那适合就是喜欢这些像是生态或观光旅游的事可以前往 接着的话呢,我们来到了台中的部分 那台中的话像是有台中港 台中港是后来人工干的 那还有就是台中的都会区 那图上的话呢,像是这个都会区的话呢 里面的话有像台中的公园,还有自然科学博物馆 可以去带领游客去聊进行一个知性知语 那接着的话,在彰化 在彰化,在台中隔壁的海线的一个城市叫彰化 然后的话可以带领游客来去海边体验 这是采辣,这是柯植,蛤蜊的一个生态的体验 因为其实现在大部分人都是工作的生活经验来说 比较少像是有农业或渔业的一些才体验活动 那如果说我们在观光行程里面有个特别规划一些这些体验的活动的话 可以让游客体验到跟平常生活完全体验不到的东西 他们会觉得很新奇 然后他们也会觉得就是说对这个旅程印象深刻 那接着彰化除了就是体验采课之外 也可以带领游客去体会一下台湾的宗教的一些心象的风采 例如说像是八卦山大佛,八卦山的大佛 那还有就是彰化农业来说 很有特色一个地方就是花卉的生产 在田中跟田围这边有很多的那个花卉 在每年的5月到8月的时候 会有就是花卉生产的一些花卉的活动 那我们就是我们在规划行程之后 就继续彰化的时候可以去从这几个景点去做介绍 那接着的话呢 来到就是台湾唯一的内地的县是南投县 南投县呢 南投县呢 它是位于台湾的地理的中心 那这边呢 在南投县的埔里的镇呢 就是有个台湾地理中心碑 那可以让台湾人 甚至让我们外国的游客来台湾的时候认识一下 台湾的地理的中心在哪里 让他们加他们一些知识 OK 那接着呢 再来就是明文中的一个景点 就是日月潭 日月潭的话 以前其实是一个宗族人 他们居住的一个地方 那当地也有少族人 那当地的话 其实就是在以前的话呢 那就是一个原住民心中的一个神圣的湖泊 那后来在日本进来这边之后 慢慢开发当地的水利支援 现在呢 就是明潭水利发电厂之后了 慢慢开始工业化 也更光 产业慢慢的在现在的时候 慢慢开始发展起来 而后 随着就是极机的火车的极机线 慢慢的盖到这边来之后呢 就是当地的另外交通 慢慢就开始变得比较便利了 所以其实在带领游客来游玩这个景点 不管是从菩利来到日月潭 还是从极机来到日月潭的话 都可以创成一条线 让让游客去认识一下 我们南投这边的一些美丽的景点 那当然在台湾的高山上来讲 也有一些游客是很喜欢 就是台湾的大自然 尤其是高山的一些动物生派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带领游客去认识一下 说清净农场 还有说像是一些 例如说规划一个可能创意的登山的观光行程 然后让游客去攀爬台湾的一些著名的大山 就像是玉山啊 或者是说就是雪山之类的 那在目前的观光景点来说 在玉山跟雪山这边的话 其实都可以是带领我们的游客 如果你有做好准备 那游客也有医院 那他们也有一些登山前的一些准备的话 其实也是可以带他们进行一些比较具有 像具有特色的一些游舍 好的 在中部区的话我们是可以做得到的 好 那其实这部分的话呢 就是中部区的一些简单的景点 一些介绍 OK 那它的主要产业呢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它的一些主要的重点 那中部区它主要产业是农业跟工业的部分 那农业的话像是稻米跟就是花果 还有水果的部分呢 是我们台湾的产量比较集中的一些地方 像是高山的蔬菜就是高丽菜 还有像是水果像苹果 那这些呢就是我们的主要的产业 基本上都是在中部区 尤其是南投跟台中的部分 那工业的话呢 像是我们台中的话 有机密机器产业的一个园区 在目前的厚里 还有就是我们的外园这个区 有很多的机密机器 那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加车品牌 像是那个捷安特 捷安特它主要的工厂都在台中 台中这边 那区域呢 其实除了就是经济的发展 还有就是工业的非常的兴盛之外 那还有就是当地的话 从海边可以就是让游客去体验一下才可怕 就是海边的一些雨液的一些设施 还有再来到高山上呢 我们可以去健行 然后可以去新型农场看明牙秀之外 这几个区域呢 其实从海边到高山呢 这个区域内的观光资源是非常崩佩的 那可以带领游客在这边就进行一个深度的导览 那接着我们来到了南部区域的部分 那南部区的话呢 可以让游客去了解一下 有什么观光的景点跟特色的呢 首先的话呢 在平原上面来说 台湾最大的平原就是嘉南平原 那横跨的嘉义跟台南 它是由河流去冲击所形成的一个冲击山平原 那当地呢 从就是明镇时期慢慢的开发以及至今 那是一个台湾最大的一个量产 那一年的话 那从以前到现在供应了整个台湾的一个 240公斤 它是一个稻米的主要产区 那接着呢 来到了就是以嘉义来说 像是阿里山也是一个最著名的一个景点 阿里山原本是一个 就是日本人砍发台湾的林木的一个森林的 森林的林木林业产区 那当地呢 为了就是盖那个铁路的原因 其实就是为了要把我们的快幕 运下伞 运下伞 所盖了一个森林铁路 那后来呢 就是在日本呢 撤出台湾之后呢 渐渐开始转型成一个观光的景点 那让游客呢 去搭乘这个世界 少数有的一个森林铁路呢 去了解一下我们的 阿里山的林业发展的见识 那接着的话呢 我们可以也 顺便带领游客去了解一下 说我们台湾的高山的 以垂直海拔高度来说 但是上次在提到说 我们的台湾的气候的时候 提到说我们台湾的垂直海拔高度的时候 有很多不同的林相可以最初介绍 从低海拔的亚热带的枯葉森林 一直到中海拔的枕叶林 还有冷山且山 然后再来到高山上的一些草原 都可以让我们的游客去认识一下说 台湾的高山到平地呢 有很多不同的景观可以去看 那这是阿里山的部分 接着呢 在阿里山上其实还有像是云海啊 或者是说去看日出之类的 那些都是可以让我们的科学体验的部分 那再来我们来看到就是台南的部分 那这张图上面呢 其实它显示的是台南呢 在台南北边这边呢 有一个科学园区 这叫做南科 全名叫做台南科技园区 它是主要是以发展 我们的高科技产业 电脑跟半导体产业 为主的一个主要的区域 那其实这是近年来 因为我们的高科技产业在新竹呢 发展的很成功 那政府呢想要让我们的中南部这个区域呢 也能够仿效新竹这边慢慢发展 让当地产业提振当地的经济 于是在台南跟台中这两个地方 就设了中科跟南科 好 吸引我们的高科技产商来进驻 慢慢的形成一个产业的巨落 提高当地的就业机会 跟经济生产 那台南除了就是高科技 人区之外 台南其实是一个 最台湾开发最早的一个地方 那当地的话 像是在台南市区的 像是赤坎楼 还有像是我们的 台南市区的一些老街 还有比如说像是 吴飞庙啊 或者是台南市区的一些景点 这样可能抽筋啊 或者是康德上新年馆之类的 那这些东西呢 其实我们可以 用我们旅程的一些 线数啊 还有就是游客的选择 那再来到南部的话呢 最主要港口高雄港跟 慢慢发展起来的高雄的路会区 这边的话主要就是以港部的组组 那高雄的话呢 其实不只是港部 那它也是当地 台湾跟东南亚 沿接的一个主要的路市 当地有很多 就是关于就是 我们台湾南部的一些 主要的一些基地中心也在这边 那像是前任的话呢 有很多的把握公司 像穆斯坦 那有像是南部 现在高雄那边 在港区那边 也有盖一个流行音乐中心 它有波二的艺术特区 可以让我们游客去 了解一下 整个高雄市的一些 不同的面向的面貌 那当然除了都会区之外 因为高雄一直很大 那到了靠近那一山 就是后山的部分呢 这边呢 其实是南部客家人聚居的主要区域 像是美农跟六堆这部分的话 我们可以去让游客体验一下 就是美农的直善的文化 还有就是内门的宋江镇 宋江镇 也是一个 台湾特色的一个 一个主要的观光的一些 卖点 可以让游客去体验 那来游客去了解一下 宋江镇 为什么它形成 它的特色是什么 这样子 那再来就是到屏东的话 就是墾丁 可以去让游客去了解一下 那时候当地的一些热带 台湾的风情 它正是澎湖的水上活动的部分 那以上就是南部的主要的区域的一些介绍 那南部的话呢 它其实主要的产业就是以农业还有工商业为主 那当地主要是高雄市 那它其实是一个历史 还有就是经济发展 并存了一个地方 什么历史呢 主要就是以台湾开发最早的一个区域 是集中在台南 还有就是高雄市 那再来就是嘉义县市呢 也是一个开发很早的区域 好那当地的话呢 其实就是 呃 台湾的粮商之外呢 当地其实有 运海丰富的美食 跟就是 或者 丰富的美食 跟还有就是旅游景点 可以让我们的 带领我们的游客 去慢慢细处的去发掘 好那这是南部区域的部分 OK 那接着来看一下台湾的后山的话 主要来说我们可以看到的 主要是阿美族的封年祭 好那封年祭 其实主要来说是 它其实主要的举办的含义 其实有三个 那这边简单重点的讲一下 那第一个的话呢 是为了庆祝国务的后收成 所举办的一个封年祭 那第二个呢 是为了传承就是阿美族他们 呃 原住民的一些歌谣啊 跟文化碎石记忆的部分 给年轻人 所以在其实各个部落的封年祭里面 都会穿插说年长的长老 对年轻的男子呢 进行就是教会 还有继续说像是在 呃 青年的会所里面呢 让我们的青年男子的练习 就是野外达地的求生的一些技能 再来的话 这是凝聚族内的相信力 要特别透过这个活动 来让大家同样一起来这样子 那 那 中部区呢 其实除了有著名的一些 原住民文化之外 自然景观也是不可错过的 例如说像是我们的太鲁 各国家公文有壮丽的 大理石峡谷 还有就是 蘇华公路的清水断崖 还有再来像是我们的 公安山的行车道 还有就是台东的三仙台跟八仙洞 这些地方呢 都是一些很著名的景点 那再来东部区的话呢 还有很丰富的一些地质 跟一些自然的温泉 可以去餐馆 又像是资本温泉 还有绿岛跟蓝雨的部分 然后这边都有一些像是很著名的就是 就是绿岛的话有知道这温泉 就是全世界少数 几个为二人的海岛那些很像小的温泉 那它其實是一个很著名的景点 那绿岛的话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就是人举 1975 也就是这些人 那当地的话 其實比如这边东部区 也是台灣的一個重點發展觀光的區域 也是我們台灣政府在極力推廣我們本島的觀光來說 所推廣的一個重點巷子 就是來華東政府遊玩 主要的產業就是農業跟觀光業的部分 這邊就像是中古景觀跟修眩農場 例如像造工修眩農場還有像是大龍大府 也在花里縣 登山見習或者是海邊遊區都具有的一些地方 這是東部區的部分 接著來介紹一下離島地區區 離島地區主要有三個區塊 是哪三個區塊呢? 那些就是我們的澎湖群島還有金門還有連江線 就是馬祖鏈 那其實主要產業是漁業跟觀光業 接著我們簡單介紹一下離島地區 會有一些主要觀光的一些景點 畢竟我們可能就在本島比較熟悉本島內容 但如果說要帶遊客去離島玩的話 我們要先知道一下離島一些主要的公共節 有哪些 那像第一個的話 像澎湖有國際花火節 那其實這是一個在暑假舉辦的活動 它主要是讓我們的遊客 希望遊客多能來澎湖群島 澎湖縣來玩 那澎湖的話 主要就是以海洋資源還有就是漁業 還有當地的一些開發的 早期開發的一些廟宇 例如說空母帝兒宮 還有就是通涼古龍 當地的一些寺廟 為主的一個觀光區域 那為了吸引人家來觀光 所以它特別舉辦的就是 夜間施放煙火的一個活動 那期望能夠吸引人草來 那金門的話呢 則是在當地呢 有辦一個舞蹈的城隍舞伎 那而當地金門呢 在京城鎮有一個就是城隍舞伎 歷史悠久 跟新租當地的一些 都城隍業的歷史相差也不遠 差距不大 都是歷史悠久的一個廟宇 那為了推廣就是我們城隍的信仰 那加上福利遊客來金門館 所以也推廣就是金門的舞蹈城隍祭 那希望這樣能夠借此 就是利用這個活動呢 來推廣就是廣光的部分 那接著再來就是馬祖的藍眼淚 那藍眼淚是什麼東西呢 它其實是一個名為夜光 從一個發光的藻類 所形成的一個美麗的景象 那接著等一下可以給你們看一下 馬祖藍眼淚它的照片和圖片 那簡單稍微講一下藍眼淚它是什麼 好藍眼淚它是什麼 OK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藍眼淚是什麼 這個是藍眼淚它的景點 那其實基本上它在晚上的時候 因為就是藻類 它吸收了就是海中豐富的一些營養 它會發光 因為這個藻類在夜間它其實會發光 那發光的時候呢 光呢會在其中的折射 然後變成像是藍色的樣子 所以又稱之為叫做藍眼淚的部分 OK 那這是在馬祖的大炮連 這邊家教所形成的藍眼淚 這個才不好的 好這是大漢據點 那馬祖的話 基本上是以就是當地的軍事範圍據點 還有就是明東的居落 像秦壁 秦壁村這個居落為主題的一個 觀光區域 OK 那藍眼淚呢 它其實是一個由我們的 夜間發光的那個 夜間發光的一個藻類呢 所形成的一個景象 它是由我們的藻類呢 因為當地呢 就是馬祖呢 它是臨近我們的中國大福州 那福州當地呢 有一個河流叫做敏江 然後敏江呢 因為每年夏季的會下雨嘛 那下雨的話 就會形成洪水 那洪水會帶來大量的淡水 進入馬祖的周邊 那河水帶來的那些豐富的營養物質呢 就使那些植物性的 在福爾生物呢 開始大量的生長 那進而引發一隻 為食的那個夜光蟲 然後這些夜光蟲呢 就是這些藻類 然後呢 慢慢的把它養胖之後呢 就繁殖很多 那佩服在海上的夜光蟲呢 就是隨著海浪的自然風 就形成了一個 就是夜光蟲的一個 枣花的現象 那這個枣花呢 它會因為 所以這海浪的派大 它會慢慢就是在 海上的膠原的旁邊 形成一條藍色的藍彈 那我剛剛提到的說就是 因為這個 夜間會發光的這個 夜光蟲呢 它其實是會發光嘛 那發光之後呢 光在海中 則是會形成藍色的一個景象 那 就形成的就是 藍色的那個景象 在膠原旁邊 就好像是那些膠原流 就下著眼淚一樣 所以就叫做藍眼淚 好 那這個景點呢 其實在每年的幾月可以看到呢 OK 它其實是在我們的 每年的 3月 一直到11月的話 我們可以預約 可以來卡 那這裡的話呢 這個網站 其實它剛好就是 馬祖的當地的一個觀光的網站 它其實是 是馬祖國家風景區的管理處的一個網站 那其實我們在準備我們的行程的時候 可以多利用這些官方的資源的網站 例如說像是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的網站 或者是說像國際公園的網站 事先先了解一下說我們去導覽的時候 我們的景點有哪些主要的特色 那進而能夠在跟我們的遊客都介紹的時候 會有什麼部分 能夠讓我們的遊客去知道說 欸 你們這個導遊 或這個領隊上是有準備過的這樣 OK 好 那接著的話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捷運的部分 那台灣其實五個大的區域 其實都介有特色 那北部區域的話 主要就是一工商業 還有高科技產業為主的一個區域 大概是台灣的政經中心 那中部區域呢 它是我們的 觀光支援很豐沛的地方 從平地一直到高山 從海邊一直到山邊 都有很多可以好吃又好玩的地方 那南部的話 是我們的歷史文化古都 那可以去了解一下台灣的主要早期的歷史 還有就是我們的糧食生產 還有就是我們的 就是當地的一些 南部這一些熱帶海洋的空氣 那東部的話 可以體驗就是我們的原路美的文化 大概離島的話 可以去體驗說 還有就是當地的海洋文化跟氣氧 還有就是我們的一些自然的 自然的一些 地形警官 還有一些動作物生態 那這五大區其實都各有特色 那希望同學能認識各個區域特色 那多利用一些 公共局的網站 還有就是 還有就是 事先去了解一下 我們景點一些主要的內容 那希望就是能夠在介紹的時候 能夠有充分準備 那才能夠展現我們的專業 這樣子 好 那以上是我們是Jerry的部分 那接著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我們的表彈的部分 那 翻請大家 拿起手機去上 現在這個是RCO 那進行一個小測驗 那這個車椅裡面的題目 其實都是很簡單 非常簡單的 好 那 如果 您對於這次車椅裡面的題目 如果還是有疑問的話 那歡迎在 就是 寫完題目之後呢 可以 來視訊老師 喔 視訊老師 老師會提供您解答 這樣子 對 那這邊就先給大家 就開屋了 所以 再次 再次 放鬆 然後 再寫 鋪 好,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這邊先來問一下關於以上我們所講的內容,同學有任何疑問嗎?我來看一下 沒有 好,沒有 那有需要老師把這次錶單的連結放在通話的訊息欄嗎? 不用 OK,好 那接著我們來看一下最後一個,那以上是我們的參考的一些資料來源 那這邊先額外提一下,如果我們是當導遊或者是領隊的話 我們可以參考哪些網站來做我們行前的事件準備 那例如說其實在各縣市來說,舉例來說,像金門的話 我們可以參考金門觀光旅遊網裡面的一些資料 那這裡的話 在官方 那裡有的網站 那裡面包含的就是 當地 有評鑑的一些有保障的 還有就是 當地的話,如果說有小三通,澎湖的大三通他們當地的一些訊息也會公布在這上面這樣子 那歡迎就是,如果你要帶遊客來金門玩的話,可以多利用這個網站 那再來,如果說你要去參與,尤其說澎湖的國際海上華華街 如果你想先了解一下,他舉辦的日期,套裝形成有哪些更經典的話,可以參考這個網站 那或者是其他,例如說像是澎湖縣的觀光局的,有一個澎湖縣國際觀光局的網也可以 那再來的話,是台南的話,我們可以去看一下台南的旅遊網 那這個文宣的職業裡面其實簡單,就包含了很多台南的各大的觀光景點,從市區到海邊的都有 好,那再來的話,最主要來說好了,我們準備的話,可以從澎湖縣觀光局的網站 可以去了解一下,近年來的觀光的一些政策跟行程 那尤其在考領族跟導遊來說好了,其實最近的考地很著重在考生 能夠去了解說,我們國家的政府目前近年來,所著重推動的一些觀光的旅遊的政策 那最主要的話,我們要去多看一下交通部觀光局網站的一些資料 去適時的去更新你自己的資訊,那才能夠在考試的時候去解體 這樣子,好,那以上的話,就是我們可以去參考這些網站去了解一下 我們的主要的內容,這樣子 那以上的話,講到這邊,那大家有任何疑問的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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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 剩下幾分鐘,我們可以跟大家做互動的部分 那,關於以上今天講的內容,如果沒有問題的話,好的,那接著我要把這幫交還給小玉了 那,在交還給小玉之前的話,就勉勵大家就是在準備考試的時候呢,我知道說就是可能內容很多 我也是,有需要就是,在這個時期的話,有需要就是大家一起互相的加油打氣 那,只要呢,就是能夠認真聽課,然後加上就是已經回去護習的話,其實基本上來說,考上你對導遊並不是很難的事情 你也可以像我一樣,一起考上你對導遊的,大家一起加油 那,我們今天的課就先上到這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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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